政策撐不下去了吗 上任以来 电价已经涨了11% 因为发电成本增加 台电亏损超过了2000亿 专家对言 明年电价一定会大涨 供电情况会更吃紧 而如果坚持费荷 到了2025年 每家的电费 一定会暴增大约7、8千元 黑鸭鸭一片 停电跳电的日常又在上演 总统他英文2016年上任后 宣示电价不会大涨 但2018年调涨3% 今年7月又大涨8.4% 商人来电价已经涨了11% 专家说错误的能源政策 已经撑不下去 明年电价势必大涨 从能源占比来看 燃煤天然气比例最高 发电成本较便宜的核能 只有不到10% 但燃料成本比去年增加了3000亿 台电亏损超过2000亿 经济部编列增资1500亿来补 也难补破网 专家炮轰让人民用费发电 亏损还要全民买单 电力不够 电价又大涨 恐怕就是你我的日常 以目前每度电2.7元来算 发电成本增加 每度电要涨到4块钱 一家4口若平均每月用电500度 一年电费将暴增7800元 尤其2025再生能源 达20%的目标跳票 专家说风力发电成本几千亿 最让人诟病 有风的时候才有电 东北激风非常小 这种天气之下怎么会有电呢 有电没电都是要靠大自然 错误的政策 离岸风电 讲得好听 说是要发展这个本土技术 到底拿到你想要的技术移转了吗 我看是没有啊 风电的这些开发商 找了一大堆理由 说他们没有办法履行 然后就要经济部分下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电价大涨 但却不能确保稳定供电 蔡政府的能源政策 还能夺荒腔走板 记者杨世去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